好 今天想講一個環節叫貨幣 第一個環節就是貨幣為什麼會出現呢 我們說如果沒有貨幣的情況 就叫做實物交換 我們說是很多問題的 有一題會考年代很經典的題目 我拿出來討論 它就講出用實物交換 究竟出現什麼困難和貨幣 怎樣可以解決以上的問題 我們說阿甲想要亞月的菜 但是亞月就不想要阿甲調焦 於是這個交易就不可以進行了 即是你要他的東西 他要他的東西才可以進行交易 這種情況就叫做雙重需求偶合 貨幣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發明一樣東西 大家都可以接受作為交易 那樣東西就叫做貨幣 或者簡稱錢 阿甲先給了些錢 買了亞月的菜 以前我們不會分得那麼清楚 我們說是交換的 但是這次很清楚 給錢就叫做買 給貨幣那個就叫做賣 已經完成了一個交易 跟著亞月就拿著錢 買它需要的木塊 然後就完成第二個交易 那我們就看到貨幣或者錢 產生什麼作用 就是幫助完成交易 就不需要每次都要雙重需求偶合 同時要交換 你要他的東西 同時又要他要你的東西 就不需要了 另外貨幣還有什麼其他的優點 就是說就算雙重需求偶合 例如你是想要雞的 他是想要牛的 這樣的情況都未必交易到 為什麼呢 因為例如牛是不可以分割的 你不可以說一隻雞這麼小 我只是斬個頭給你 一切開就不行了 用牛來交易 回帶不方便 另外很難儲存價值 牛放得久會死的 另外沒有一個共同的單位 你說用雞 雞有肥有瘦有公有餅 那我究竟用什麼來和你交易 相反 如果很清楚 共同的貨幣 我們說就可以解決到以上的問題 歷史上曾經用過什麼來做貨幣 試過用商品 後來用金屬 金銀銅 到今時今日 就用一張紙或者一些硬幣 就是說透過法例 即是說香港的法例 作為交易你一定要接受 如果對方不收 他是犯法的 至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就涉及我們下一個題目 開始進入考試的範圍 就是問一個好的貨幣 需要什麼特質 當中最重要 我們剛才說了 貨幣就是一樣東西 大家都要接受 交易的時候一定要收 所以最重要就是普遍接受 第二個供應或者供給有限 例如沙漠上面 你沒有理由用沙來做貨幣 沒有人肯賣給你的 第三 同質 剛才說過用雞來做例子 就有點麻煩 一隻雞 就是什麼雞 雞仔 公雞 母雞 肥雞 瘦雞 我們說不符合哪個條件 用雞來做貨幣 不符合第四個條件 內用 唯大不方便 還有最大問題 不可以分割 例如拿一隻牛做交易 你不可以斬一塊 拿去賣東西 我們看看一題 會考年代 但是很經典 我所拿了出來的 在沙漠裡面 以後哪個是最佳的貨幣 給10秒鐘同學想想 第一個剛剛說完 不會錯了 沒理由用沙來做貨幣 第二個都不會考慮 馬鈴薯為什麼 違反哪個特質 不合計 我猜剩下兩個 貝殼和水 很多同學會選了水 為什麼 因為沙漠水是最稀有最重要 但當時官方答案是A 題目問不是哪樣東西最重要 而是哪樣東西最佳的貨幣 相對於水 貝殼多了什麼優點 就是上面的例子 貝殼是比較耐用 水放不久 一天就蒸發了 攜帶方便 拿著水去賣東西 多不方便 貝殼就容易拿了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A 接著我們看看近年DST的題目 作為貨幣的時候 有兩種物品 第一個叫九九九金 即是黃金 第二個物品叫香煙 也給我結論 金賣好些 叫你解釋原因 來多次 黃金作為貨幣 有什麼好過香煙 同學隨便想兩個 黃金是銅質的 特別廣東名九九九金 世界上只有一種 沒有其他雜質 相反我說用煙來買東西 什麼牌子 大佬 又便宜又貴 又長又短 是不是 黃金的第二個特點 為何那麼喜歡金 那些人可以放很久 相反 煙行不行 不放得很久 好 那考試就答完了 不過我們做練習想多一個 黃金的好處 我們說一個好的貨幣 最重要的是買東西的時候 大家都會普遍接受 即是張心比己 人家和你買東西 你會肯收黃金 還是收兩包煙 所以第三點就是接受的程度 好了 講完好貨幣的特質 我們進入第二個環節 不要搞錯問什麼 今次我們講貨幣的功能 首先看題目的時候 你要看清楚問什麼 如果是問功能的話 我們只有四個 剛才講過貨幣為什麼會出現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易媒介 即是說你不要我的貨幣不要緊 你先賣給我 你先拿著錢 這件事大家談好了 你去其他地方買東西都會接受的 我們說不再需要雙重需求合 同時我要你的東西 也同時你要我的東西 大家才可以互相交換 現在不需要了 我給了錢要你的東西 你再拿著錢 再去找第二個買你想要的東西 交易媒介 第二個功能叫儲存價值 這個媒介可以放很久 是儲存什麼 不要搞錯 不是說放得久 就叫有儲存價值 我們說放得久之餘 還可以將購買力儲存 即是你放了50年之後 都還可以買東西 舉個例子 日本統治香港的時代 發行一些叫日本軍票 用來買東西 今時今日 有些人還保存 我們說日本軍票有沒有儲存價值 答案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儲存不到國購買力 現在是買不到東西的 廢紙一張 第三個功能叫做延期支付的標準 你提供了一個月 就是通常是合約 我不是即時交錢一手交貨 可能是先拿了一些東西 然後再付款 有沒有例子 例如分期付款 例如你打工 做完一個月之後才出糧 那出糧的單元是什麼 我們都是用貨幣 即是你簽約的時候 人工 舉例子 2萬元一個月 那2萬元就叫做延期支付的標準 你提供了一個月服務之後 合約寫明 我會給你2萬元 最後一個功能就叫做帳目單位 最明顯就是定價 例如一個蘋果賣20元 舉例子 很清楚地標示 特別在香港大部分是用港幣標價 就是貨幣的第四個功能 接著我們看看Pulse Paper 選擇題來的 看看同學懂不懂做 好題目就是說T這個貨幣貶值 導致那些人對它沒有信心 不敢拿著它 好第一店舖不再用T原定價 即是說 削約了記帳單位 有店舖買東西的時候 不接受T這個貨幣 即是交易媒介被削約 好 人的積蓄寧願以買外幣 都不再儲存T 即是價值儲存 或者儲存價值這個功能被削弱 所以答案就是D 好還有時間我們看看問答題 就是根據資料人民幣RMB 在以上資料上發揮兩個貨幣的功能 記住一講貨幣的功能 我們說只有四個 你看看 我們看到 它是用人民幣定價的 定價就是貨幣的哪個功能 沒錯就是記帳單位 即是用人民幣和貨幣和服務定價 好 第二個功能 我們說貨幣的功能最重要最重要是哪個 就是交易媒介 貨幣的出現就是 這件事大家都要接受買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接受去完成交易 雖然在香港法定的貨幣應該是港幣 即是法例上買東西你一定要收 但現在今時今日做生意 很多店舖都收人民幣了 第二個功能就是交易媒介